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0年代初期美苏正处于冷战的巅峰时刻 那时的苏联国力达到最鼎盛时期 与美国的竞争也最为激烈 尤其是在空空导弹的竞争方面 苏联研发了跨时代R-73空空导弹 以现在的视角来看 该导弹基本上是90年代世界上性能最好空对空导弹 面对苏联在空空导弹领域的咄咄逼人 此时的美国颇为应对不下 于是美国人向欧洲国家提出一个构想 由欧洲国家开发一款新型短程空对空导弹 来取代AIM-9导弹 美国则专亲开发一款新型空对空导弹 取代AIM-7导弹 大家其中力量分别于R-73导弹抗衡 最后两边互相采购彼此的新型武器 达到用最少的资金获得最大的收益 这个构想最后发展成AIM-132先进短程空对空导弹 与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当然傲娇的法国在得知这个提案后 不负所望地果断拒绝了合作构想 毕竟堂堂法西兰昂首高卢基 岂能乖乖听从美国佬的指挥 并且自家从上世纪70年代就成功研制的 超530D中距空空导弹 和魔术R-2500近距格斗空空导弹 法国人那是具有高度文化艺术修养 特别标榜独创精神 于是就开始考虑自行研制一款 适应新世界空战环境的空空导弹 法国希望这款导弹不仅可以作为 中距离空空导弹 还能够兼顾近距离的格斗 于是米卡空空导弹首次将中距拦截 与近距格斗双重任务给予一身 在研制米卡空空导弹上面 法国人认为他们找到了 雷达导弹和红外导弹兼容的设计途径 红外导弹和雷达导弹不同的就是 雷达导弹比重大部分超过200公斤 而红外导弹很轻 一般只有90公斤左右 雷达导弹射程远能达到30公里到60公里 红外导弹射程很近 实用射程就是34公里 而且麻烦的是 雷达导弹笨重 因此过载小大多数也就30G 而红外导弹过载大轻轻松松40G起 在这么多相互矛盾的要求下 法国人还是认为他们可以轻松搞定这些问题 理由是经过长期监控努力 他们有先进雷达导弹头和红外导弹头 其直径和重量都非常小 可以将两种不同的导弹头 安装在一个比较小直径的弹体上 首先说重量的问题 导弹在远程飞行时 导弹阻力的一个重大来源就是弹体 越速的弹体阻力越大 导弹直径缩小 阻力也跟着急剧缩小 将导弹直径起量缩小 这个时候阻力小了 同时重量也小了 实际的有效射程也不会过度缩小 这就是二合一导弹重量的解决之道 而导弹射程的问题 对于雷达导弹而言 迎头目标有多普勒效应 目标信号更强 而且敌人迎头杀过来 有效射程增加更多 对于红外导弹而言 大部分时候都是因发动机太小 导致能量太小 因此采用比较大的火箭发动机 在追尾的时候 会有比普通90公斤红外导弹 更远的射程 关于过载的问题 法国人认为 雷达导弹用不到太大的过载 但是红外导弹需要 而且需要齐取的初始掉头能力 这个是导弹的发展方向 这个时候采用发动机推力适量技术 就可以轻松摆平这个问题 而且法国马特拉公司之前研制的 超级530导弹和530D导弹的架构 弹翼采用长边条设计 对于弹体刚度有很明显的加强作用 在新导弹之境大幅的缩小且重量减半的情况下 导弹过载提高到同力先进红外导弹的程度难度并不大 最终决定在超530D导弹的基础上进行改进 同时推出红外与雷达头通知的导弹 于是米卡空空弹也就应运而生 1981年底 米卡导弹的研制工作由法国马特拉公司正式开展 不过早在1979年 该公司就为米卡导弹研制了两种导引头 主动雷达型和被动红外成像型 得以于马特拉公司雄厚的技术基础 米卡导弹的研制非常顺利 1982年10月 在法国西南部的朗德试验中心 首次进行的推力适量喷气偏转控制系统 地面试验 1983年10月进行导弹无制导地面试射 1985年初便完成了可行性验证 1989年1月 在朗德试验中心首次进行的主动雷达型 样弹地面试射并成功命中靶机 1990年春开始用幻影2000战斗器进行载飞和试射 1995年米卡导弹红外制导型空中试射成功 1997年米卡导弹红外制导型弹 通过定型该导弹最大特点是 中距空空导弹和近距格斗导弹 共用某些模块 两种导弹零部件通用程度达到55% 既节省了研制经费 也有利于减轻后勤供应系统的负担 导弹长3.1米 弹径0.165米 翼展0.56米 重110千克 四片带边调异的长弹翼 从弹体中部延伸到靠近弹体尾部的位置 四片不规则形状的控制垛面位于弹体尾部 头部还设有四片固定的边调异 用于调整导弹气动中心 合作为涡流发声器起到增生的功能 米卡空空导弹装有一台两极固定火箭发动机 最大飞行速度达到3马克 该导弹采用的推力适量技术 火箭发动机喷口窗有四片扰流板 通过计算机控制偏转角度 优秀的启动布局加上推力适量技术 使得该导弹的最大扩载达到50G 远远超过了只采用空气控制垛面的空空导弹 该导弹采用红外与雷达两种导弹头 使得米卡导弹是雷达导弹里面机动性最强 红外导弹里射程最远 这就是法国人的睿智 就像周吉伦当演员 演员里唱歌最强 歌手里演技最强 实属是阴麻了 米卡导弹的成功开发给了法国人更大的信心 在此之上又开发了米卡陆基版垂直发射防空导弹 和阿斯特舰载防空导弹 俗话说成也萧和败也萧和 米卡空空导弹的特地独行 攥足了世人的目光 却因此造成其外销成绩不佳 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能够使用米卡导弹的战机太少 由于法国战机出口量较少 导致米卡空空导弹外销成绩不佳 而其他国家的战机使用该导弹会受到火控系统的限制 另一个原因是米卡空空导弹 在射程上小于世界上其他主流中矩空空导弹 一些国家在选择空空导弹时 更愿意选择射程更远的导弹 虽然米卡导弹近的距格斗性能不凡 但第四代空空导弹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有所掌获也困难重重 而相较于空空米卡导弹外销不佳的尴尬境地 地空和建空版米卡则销量要好了多 尤其是建空版米卡导弹 其在研制时融下了开放式垂直发射 分散部署 模块化结构等新概念 加上其采用主动雷达指控或红外成像制导 具备发射后补关的能力 现在无需安装专门的火控系统 只需舰载雷达和光电探测系统提供目标信息即可 非常容易整合到军舰上 因此是海陆空米卡家族中受欢迎的一款 好了 关于米卡导弹的介绍就到这里 你们对该导弹有何看法 欢迎将想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果然蛾它なんか很有尝尺 我觉得那个肯定的这伙估训 我信不让你很 hometown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